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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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我们师父慈悲 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大家午安 大家阿弥陀佛 那我们接续着上个礼拜 这个道安大师呢 的这个重视禅典与般若 那个大安大师呢 他在佛图腾元吉之后 他就离开这个叶都 也可能这个战乱的关系啊 所以到处呢 这个躲避这个战乱 他后来呢 来到这个沈泽 就是山西的这个阳城县 在沈泽呢 正好有这个 这个祖法记 跟知谈呢 在讲解安世高翻译的这个禅典呢 因词入金呢 所以 安世高这个道安啊 他就有来到这个沈泽 听从祖法记啊 跟知谈 讲解这个因词入金 那后来呢 又到这个 河北这个飞龙山呢 投靠这个 生仙 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生仙呢 是道安大师 还没有受戒之前呢 可能出外办事啊 在路途当中 认识的一位 也是同样还没有受戒的出家人 那两个人交谈之下呢 非常投机 非常投远 所以呢 就相约说 以后呢 如果有所成就的时候 不要忘记呢 互相提息 那所以这个道安呢 躲避战乱呢 到处游走 那有一次呢 他就 跟这个祖法泰呢 一起 来到这个河北 给飞龙山呢 投靠这个 生仙 那在这个飞龙山呢 他们依然呢 着重在这个禅修 所用的本质呢 因为当时候 这个禅典传入 也只有这个安世高 的这个安班手艺经 跟修行道地经 十二门经 跟英词路经啊 那这是当时候 道安大师的时代 他们禅修 所用的经典 那事实上这个 禅修与般若 它是相关联的 所以在这个禅修的 过程当中啊 体正这个缘起 体正这个无我 才能开显般若 这般若的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是这个佛教 寓以其他宗教的 一个不共法 是佛教的一个特殊处啊 那彼坛呢 它实质上呢 是禅法禅修 的一个继续深入 为了弄清楚 这个佛教的名相 世述 才能够呢 更加准确 把握住佛理 所以在当时候啊 这个禅修 般若 彼坛呢 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 那般若学呢 在当时候呢 是一个显学 所以呢 道安大师呢 他对般若经典的研究啊 他很投入 所以他在后来呢 来到这个 襄阳啊 泛勉就是襄阳 湖北襄阳 住了十五年 在这个十五年当中啊 他每一年啊 都要讲这个放光波日 朱世行呢 去余田 求回来的这个 放光波日 他每一年要讲放光波日呢 讲两遍 来自后来 道安大师到 这个长安 住此议 这个议场的时候啊 得到了这个 梁州 祖法复 翻译的这个 官状波日经的时候呢 他就把 朱世行的这个 放光波日 跟祖法复的 官状波日呢 把它合本 上下参照 这个合本啊 我们后面 会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互相参照 做一个研究 他写了这个 合放光 观战烈解序 的序文里面 就有提到说 这个 波日 波罗蜜 无上正真 道之根也 可以说对这个 波日 非常的推崇 非常的推崇 所以道安大师呢 他对波日的研究呢 始终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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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时候呢 这个 对波日的一个理解 大部分呢 都是用隔夜的方式 来做一个会通 那大湾大师呢 那大湾大师呢 很早 就对隔夜这种方式呢 有所省思啊 有所省思 就刚才前面一开始说 大湾大师呢 在还没有受戒 还是个沙咪的时候 出外 在路途当中呢 认识的这位 生仙 两个人同事还没有受戒 那这位生仙 这一个典故啊 一般呢 都把它呢 作为说 大湾大师对于 隔夜的一种反思啊 但是我个人呢 在看了这一段文章之后啊 发现到这篇文章呢 里面透露了很多的一个讯息啊 可以说呢 如果我们对这篇文章有所了解的话 就比较能够掌握住这个 这个大湾大师一身后面的 对于佛学研究的一个走向啊 其实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在研究学问啊 就回归原本 回归原本呢 很重要 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在讲解这个 中国佛教史的时候 要把这个原文啊 把它做PowerPoint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因为文本的解读非常重要 如果呢解读正确啊 就能够理解找到答案 那如果解读错误啊 乃至于曲解的原文文本啊 那后面啊 就呢 没办法理解到啊 真正的道理啊 就像这个 我们之前提到说 这个中国第一位比丘尼啊 禁简尼啊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船上呢 这个做这个船 在这个船受戒呢 在文本里面啊 文献里面啊 到目前呢 还没有找到这个答案啊 但是呢 但是呢 有一次我们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啊 那正好就为呢 警官啊 听到说 这个禁简尼为什么要坐船来受戒 他就用我们现在这个手机的方便啊 就搜寻这个原文啊 原来啊 在这个禁简尼要受戒的时候 就有这个 我们中国的这个出家人士道场 他就以借因缘金呢 来悲难禁简尼的受戒呢 起法不成啊 起法不成 那可能呢 他不读非难啊 抗议啊 可能他还有闹场 所以呢 这个禁简尼呢 那个求道心切啊 道心坚固啊 他就干脆呢 在这个试水 这条河呢 在这个船上呢 来受戒 因为那时候呢 戒坛 还没有传入 戒坛是到柳宋的时候 在南陵寺 才建造这个受戒的戒坛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戒坛 那这个禁简尼呢 他呢 可能这个士道场 他呢 除了抗议啊 他可能还有呢 来闹场 那如果呢 在试水河呢 坐船 来受戒的话 就没有办法呢 这个抗议闹场 所以就有这个 史称禁简尼呢 这个船上受戒 这样的说法 那这样 到目前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 这个文献的解释 但是从这个文本 的这个记录啊 可以说得通啊 可以说得通啊 不然我们实在是无法理解说 为什么禁简尼他受戒 非得要坐船呢 要在这个试水河的船上受戒呢 我们没办法找到答案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理解的话 就可以说得通啊 所以这个文本啊 很重要 很重要 那在这个高僧传里面啊 这个记载这个 这个深仙 他是益州人 益州大概是现在的河北 是禅山冤公的弟子 那他的 到这个 从小呢 沙咪出家呢 所以他的个性啊 可以说是很单纯 而且有真操有节操 那他是在沙咪的时候呢 与道安呢 相遇于逆驴 逆驴可能就是在这个半路上 也有可能是说战乱啊 路途呢 不安宁啊 这个逆驴 那那时候 大湾大师也同样是还没有受戒 所以两个人呢 交谈呢 可以说非常的投机投远 那就相约啊 相约说长大之后呢 勿忘同流 就是说以后 如果有所成就的话 就不要忘记了 互相提息啊 互相提息啊 互相提息 后来呢 这个北方啊 石府 过世之后啊 为了争权 北方战乱啊 所以这个生仙呢 他就先到 这个飞龙山隐居禅修 有想言获得治禅慧 就表示这个生仙呢 他呢 在这个飞龙山里面呢 他呢 得治禅慧 他着重在这个禅修上面 后来道安妇从之 道安呢 可能也是战乱啊 那就跟这个主法太 一起呢 来这个飞龙山投靠这个生仙 那这一段可以看出说 这一个同参道友的情仪啊 可以说是道安 在还没有去遇到这个佛图腾之前 他有这么一个要好的同参道友生仙 那等到道安在佛图腾 坐下学习的时候 他呢 跟主法太 还有生仙呢 可以说呢 感情非常要好的一个同参道友 所以这个道安跟主法太呢 就来到这个飞龙山呢 投靠这个生仙啊 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 这个同参道友的提息 鼓励切磋琢磨呢 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道业呢 进步的一个助缘啊 可以一个助缘啊 可以一个助缘 那道安呢 跟生仙相会欣喜 也有提 味习释始始从 就是过去呢 两人大概 这个相约呢 以后成就的话 互相提息 因共批文主师 主师呢 除了是经典上的研究 也有可能就是禅修 心悟犹多 其中后面这几段的对谈 是大家把它用出来说 这个道安对于格义的一个反思 道安就说先就格义与理多伪 就是以前的这个前人 所用的这个格义 来解释波勒经典与理多伪 有时候在这个道理上面 有时候反而有所违背 没办法真实的来解释 说明波勒的真实意与理多伪 那这个申光他就说 且当奔熙烈逍遥何容是非先达 就是说只要我们运用的妥当 可以把这个波勒的要因 打他阐述的恰到好处就好了 那不要去批评是非前人 创造的这个格义的方式 那道安就说了 那这一段话可以说呢 是道安大师他自学的态度 跟道安大师的一个性格 那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生仙啊 生光啊 他呢个性比较温和 他认为说格义只要能够 运用的当就好了 我们不要去随便呢 批评呢 这个先人 所使用的这个方式 但是道安呢 他就不一样了 他就不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呢 他说宏战教理 宜令允切 就是我们呢 研究佛的佛法 佛经啊 要追求正确 追求正确 这个很重要 这是道安大师的一个自学态度 可以说是道安大师的自学态度呢 是属于这个严谨型的 严谨型的 他不是呢 这个一般的这个 得意望远型的 乃至呢 是这个不求圣解型的 不是 道安在这个自学上面呢 他可以说非常的严谨 非常严谨 那宏战教理 宜令于切 这是反映道安大师的一个自学的态度 那法谷精明 何先何后 这是反映道安大师的一个性格 道安大师的性格呢 我们从这一句话 就可以看出他 他比较勇于突破跟创新 勇于突破跟创新 那接着呢 后面又提到说 后来这个申先跟祖法太呢 他们呢 就离开了这个 飞龙山 南下 去弘法 后来这个申先呢 也有到这个襄阳去 那预己而主 预己而主 那祖法太呢 就跟道安一起呢 来到这个南下乡野的半途的新野 襄阳 南下乡野的半途 这个新野这个地方呢 这个祖法太呢 他就跟大湾分手 大湾分手 他就往这个扬州 他就往这个扬州 就是现在的建康南京 建康首都 去弘法 度众 那同样在这个 飞龙山的地方呢 有一位沙门叫道夫 这一段也很重要 这个道夫呢 跟生仙呢 一样是 益州人 益州人 也是在那个时候 隐居在这个飞龙山呢 这个修行 那他跟这个道安啊 有一次他们呢 见面 会面 那这个道夫就提出说啦 他说 我们呢 居进离属 美玉匡正大法 岂可独步山林 使法轮作真 一个随力所批 以报佛恩 就是这个道夫啊 他就提出来说呢 我们呢 出家法师啊 应当呢 效法佛陀的精神啊 试自去弘法度众啊 而不应该呢 隐居在这个山林野外啊 着重在自己的一个 禅修 修行啊 所以大家听了这个道夫 的这样的一种 志向 都表示认同啊 都表示认同啊 所以呢 大家呢 就各自呢 形化一方啊 那这后面这一点呢 就可以看出 这个道安大师啊 他后来 躲避战乱 南下襄阳的这个半途啊 在这个新野这个地方啊 他就分散途众 逝处传法 让这个楚法泰到扬州 让这个法河到四川 乃至呢 在襄阳的时候啊 福间 十万大军要来 取这个道安的时候啊 这个道安大师呢 他也在这个时候呢 分散途众啊 四处去传法 可以说呢 都是源自于呢 他在飞龙山 隐居这段时间 所给他的一个启发啊 所以说这个 身先这段公案故事啊 如果我们好好的研读啊 可以说呢 从里面啊 可以得到呢 很多 为什么道安大师后面的 弘法事业的一个走向 的一个走向啊 那这一点呢 都是我们必须要从文本里面的一个解读 文本里面的一个解读啊 我们才能够清楚理解啊 可以清楚理解啊 所以这个道安大师 他的一个自学态度啊 弘占教理啊 宜令允切 宜令允切 就是属于呢 这个道安大师呢 他在研究佛法 就力求正确啊 所谓的依法不依人啊 依了意啊 不依了意啊 他是一个严谨扎实的 这样的一个研究佛典 而不是属于像这个我们一般人啊 的这种得意望远型的 或者呢 是不求圣解型的 这样的一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啊 那从这个道安大师 这样的一个自学研究 严谨扎实啊 我们就能够理解到说 后来道安大师到襄阳啊 能够为诸经典 诸事作序啊 所以高僧传里面啊 他就称赞说 这个经义克明啊 治安实也 乃至呢 编串这个经路 总理经教啊 使用经呢 有所依据啊 实有其功啊 实有其功啊 可见这个道安大师的一个自学研谨啊 在后面啊 在后面呢 就影响到他在研究佛经 诸解佛经呢 跟呢 编串经路啊 就有了 息息相关啊 息息相关啊 乃至于道安大师晚年的时候 这个前情福间统一北方啊 使了这个西域啊 跟中国呢 相通了 那个印度的这个上座部啊 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议师啊 就利用了这一条相通的管道啊 纷纷来到长安啊 纷纷来到长安 所以当福间呢 以十万大军南下襄阳 要取这个道安 那道安在这个时候呢 第二次的分散途中啊 就遣这个慧远南下 那慧远 起初是到这个青州的山明寺 后来呢 又到这个巡洋 就是九江 庐山呢 开创这个东陵寺啊 建立这个庐山僧团 那慧慈 是这个慧远大师的弟弟 原本也是跟慧远来到庐山 后来慧慈 他就到四川去洪化一方啊 可以说是高僧传里面 我们首次看到四川佛教的一个初步记录啊 就在慧慈的传记里面啊 就有记载 这以后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前这个谭义啊 到这个长沙市 这个也是湖北 长沙市呢 开创开山啊 法育后来呢 也来到这个长沙市 所以 可以说大湾大师在前这个福间要来取 他到这个长沙的之前呢 他就遣上他的徒弟啊 四处去弘法度众 而道安为什么他自己没有离开呢 反而要跟福间呢 北上长安呢 就是因为啊 就是因为福间统一北方之后 有一批这个印度的上座部 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义师呢 在这个时候啊 来到长安啊 所以可以说呢 这个道安啊 他觉得说他到长安呢 可以呢 有更多的佛典呢 可以来研究 他就没有南下 反而呢 顺着这个因缘呢 北上长安啊 北上长安 那后来呢 福间就安排道安大师呢 在这个长安的五重市啊 主持一场 主持一场 那道安大师呢 可以说是 把握这个机会啊 就聘请 聘请啊 这些呢 上座部的义师 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义师呢 翻译了戒律 翻译了阿含经 尤其是把一系列的这个笔坛佛典啊 把它翻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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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一些经典的翻译啊 首先呢 它就帮助了道安 对于安士高 所翻译的这个禅法经典呢 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更清楚的了解 一直到了道安晚年啊 它都还为安士高的这些禅典呢 来做序 来做注解 那现在有看到的 就安班首义经的这个注解 大道地经注解 跟大十二门经注解 以十二门禅经的注解 还有这个音词路经的这个注解 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说 道安呢 可以说对这个禅典啊 它非常的重视 一直到了它的晚年注词异常啊 翻译出这么一系列的彼坛佛典之后 能够对于安士高的禅典呢 更加清楚的一个了解之后呢 它呢 纷纷为这些安士高的经典呢 做序做注解 做序做注解 而且呢 道安大师也注解了这个九十八节经 九十八节经 他认为呢 是彼坛要义之所在 可见这个道安大师呢 因为要这个禅修啊 他相对的 对于这个彼坛呢 的一个重视啊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看重 同时他也模仿了这个中国第一位出家人 言佛条 言佛条 言佛条是我们中土地位出家 但是那时候戒律还没有传入 所以他只能说是出家而已 他还没有受戒 真正的这个中国第一位比丘呢 是诸事行 是诸事行 那言佛条呢 他是中国第一位出家人 但是还没有受戒 还没有受戒 因为戒律还没有传入 言佛条呢 他曾经呢 有编辑这个实惠章句 实惠章句 实惠章句是这个 我们中国人第一部 第一部 注释佛典的一本书啊 那道安大师呢 他也参访 模仿 这个言佛条的这个实惠章句呢 他也从这个经典里面 超级实法嘉语写说 成了实法句 译经 实法句译经 这是呢 道安在长安五重寺 住持议场 大量翻译出这个 彼坛佛典 对于安世高禅法的一个帮助 那第二个呢 也对于这个波尔的研究 反师格义啊 还原佛教义礼 也有重要的观念啊 也有重要的观念啊 因为这一路的研究佛经啊 道安他可以说呢 后来他深刻的领悟到说 唯有正确的掌握佛教的名向 语言 又放文 和基本概念啊 就是这个 彼坛 世述 这样呢 佛教才能突破格义的困境啊 事实上 要突破格义的困境呢 是要等到 周摩罗史 周摩罗史呢 翻译了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观学说啊 才让中国佛教啊 正式脱离了格义 这样的一种困境啊 但是 周摩罗史呢 他是要等到道安大师元吉大约二十年之后啊 他才来到长安啊 他才来到长安啊 所以等于说在道安那一个时代啊 他很积极的 只要一有机会 道安大师可以说呢 就呢 把这个新翻译的佛典呢 用来呢 与波典会通啊 希望能够为这个波典要义呢 波典的真实义呢 能够把它阐述出来啊 阐述出来啊 但是有时候这是因缘十解啦 因缘十解 因缘十解呢 还不到呢 这个也不是道安能力所及啦 能力所及 懂事 凡事呢 法不姑且啊 藏缘而生啊 法不姑且藏缘而生啊 都必须要因缘和合 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 但是呢 可以说 这个道安大师啊 他可以说 尽他能力所及啊 尽他能力所及啊 只要有机会呢 他就积极的研究 这个新翻译来的佛典 来呢 读解 读解 禅经也好 读解 般若也好 那这是呢 道安大师的一个贡献 一个贡献 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说 为什么道安大师他毁然 两次遣送他的徒弟南下去弘法度众 他自己本身为什么不跑 可能呢 就是因为他了解 在这个长安呢 有这么一批印度来的义师啊 那他希望能够到长安那边呢 能够得到这些新翻译进来的佛典 能够呢 对佛典研究呢 尽他最后的力量 尽他最后的力量 所以呢 他没有选择离开南下到东进 这样一个安定的环境里面去住 反而跟福典呢 北上长安呢 住此一场啊 来后发挥他最后的一个力量 所以可见一个高生大德啊 修行到一个程度啊 其实他对于他自己 未来的因缘啊 可以说是了然于心啊 了然于心啊 那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神通的一种 另一种表现呢 那这个道安大师跟生仙的这个公案故事啊 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提到说 法谷敬明 何仙何后 这一点呢 显示了道安大师的一个性格 道安大师的性格呢 他就是呢 勇于突破 不拘就说啊 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不拘就说 勇于突破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所以当大安大师来到襄阳的时候呢 他能够因应实节 因应于教团的需要 他制定了生理规范 佛法宪章三立啊 可以说呢 是有因素的 是因于呢 道安大师的性格 他呢 才能够呢 因应应实节跟教团的需要 而对呢 教团呢 制定这样的一种生团自规啊 生团自规啊 可以说是一代宗师啊 他的一个气概 从这一点呢 就可以看出来 就可以看出来啊 所以这一个小小的故事啊 如果我们有用心去解读的话 我们可以从里面啊 看出道安大师 耳后发展的一个蛛师马迹啊 所以我们民间有一句话说 三岁看大 五岁看老啊 就一个小孩子 到了三岁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小孩子 长大以后 是个怎么样子 三岁看大 五岁看老 这小孩子到了五岁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出这个小孩子到了老 他大概呢 他大概呢 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三岁看大 五岁看老 都可以从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行为啊 还有他的一个性格啊 这些蛛师马迹啊 都可以看出他以后的发展 以后的发展 所以这一条 大湾大师跟神仙 在这个飞龙山的这个公案故事啊 一般都把它取在这个对于隔翼的一个反省上面而已 但是我发觉 这样的解释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其实我们把这两个部分啊 把它好好的去思索啊 可以说是道安大师后面一生的一个发展啊 轨迹啊 都从这两段话里面呢 都可以看出来 都可以看出来 那这一段呢 这个 这个 法谷敬明啊 和兄和后 也可以说是影响到啊 这个禅宗在禅堂啊 法堂呢 论法的一个态度啊 这禅宗在法堂论法 他就呢 论法 论法 他呢 比较不论辈分 不论辈分 所以就 禅宗在这个禅堂法堂论法 的这个态度啊 可以说呢 这个时代啊 提出格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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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竹法雅》的传记里面啊 他就有提到这一点 所以大部分的人呢 所以大部分的人呢 都会认为说 格议 格议啊 是这个 《竹法雅》 所提倡的 所提倡的 但是《竹法雅》呢 他跟《道安》呢 是同一时代的人 所以《竹法雅》 所以《竹法雅》 跟《竹法雅》 跟《竹法雅》 是同一时代的人 大湾怎么会称《竹法雅》 是前一代的人呢 先就 前一代的人 显然 表示说 大湾大师的这个先就 他另有所指 另有所指 是不是跟 后来经典所记带的 这个《竹法雅》提倡格议 的这个格议方法 有没有相同 还必须要再研究 还必须要再研究 那因为文献记录有限 文献记录有限 这个提到这个格议 所留下来的 这个文献记录有限 所以我们也无从判别说 大湾大师所指的这个先就 跟《竹法雅》的这个格议 是否相同 无从得知 无从得知 这是必须要再做一个研究的 必须再做一个研究 那这个格议呢 它是一个当时候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过程 过渡时期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东汉末年呢 知里有加称呢 他在翻译这个《般若道行经》的时候啊 把这个《般若的空》 用这个我们老庄思想的这个本无啊 把它翻译这个空 用这个老庄思想的本无 来翻译《般若经》的空 那这样的一种翻译方法 那这样的一种翻译方法 也被这个 这个佛教的空无相的观念啊 跟老庄思想 在这个文字上面呢 就彼此互相互通啊 彼此互相互通啊 那再加上呢 这个《魏晋南北朝》啊 这个《玄学清坛》呢 取而代之盛行 取而代之盛行 所以这个《般若》呢 与老庄的这个玄学清坛啊 有相通之处啊 就促使了这个《魏晋南北朝》呢 在《般若学》的研究啊 可以说是不管是北方也好 或者是南方也好呢 都非常的兴盛啊 都非常的兴盛啊 但是 南北两地啊 都因为这个环境的一个不同啊 后来呢 各自呢 也开出不同样的一种发展结果 在南方呢 就是属于为这个东晋朝廷之下 东晋呢 这个题 这个比较呢 著重在这个玄学清坛 所以这个玄学清坛呢 成为佛教呢 跟这些民事交坛的一个媒介 就是佛学呢 玄学呢 玄学玄学化 那彼此互相交流之下呢 这个 佛学的波人呢 也丰富了 玄学清坛的内容 也促成了玄学佛学化 玄学佛学化 玄学佛学化 这个玄佛河流的一个代表人物 就是之盾 之道理 可以说是在南方呢 东晋统治之下呢 反而偏向于玄学跟佛学 河流的一个趋向 那在北方呢 我们知道北方的道安呢 住此一场 大量呢 有系列的翻译 说一切有不 的一个彼坛佛典 所以呢 反而在北方呢 比较偏重 比较偏重 我们不是说北方就没有清坛 南方就没有彼坛 不是这样 而是这个 着重的分量 南方比较偏重于玄学清坛 那北方呢 就比较偏重于彼坛 比较偏重于彼坛 而这个彼坛的研究呢 在北方呢 一直持续到这个北魏 北魏时期啊 所以可以说是 这个佛学啊 佛教啊 来到这个 这个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 这个波典 的一个兴盛 促成了 南北 两地啊 这个发展的偏重啊 有所不同啊 有所不同 那这个隔翼啊 的一个出处啊 隔翼的出处啊 隔翼的出处 大部分都是引用这一条 就是在高僧传里面的 这个竹法雅的传记里面呢 他引用的这一条 是隔翼的一个出处 这个竹法雅呢 他哨善外学 掌通佛意 就是这个竹法雅 他年少的时候呢 他对这个外点呢 他就很 投入了 哨善外学 他年少的时候呢 就对这个外学 外点呢 很有研究 掌通佛意 等到他长大了之后呢 他接触了佛法 他对佛法 也有深入 也有深入 等于说他对于 外点啊 就是儒家也好 老庄的经典也好 这个外点 他有涉略 乃至于呢 他对佛教呢 也有精通 也有精通 所以他就有办法呢 有办法做这个外点跟佛点 的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介绍 的一个介绍 所以当时候的一贯士子 一贯士子 当时候的这些读书人啊 达官贵族啊 的这些读书人呢 他们呢 一般都是着重在这个 试典上的一个研究而已 卫善佛理 他对佛教呢 刚开始呢 发展呢 还不是很兴盛的时候 不是很了解卫善佛理 所以这个竹法雅呢 跟这个康法朗 他们呢 就以金中世述 金中世述 这个金中的这个 笔坛也好 名相也好的一个解释啊 金中世述 尼佩外书 来内 与这个 儒家经典也好 或者老庄经典 作为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融合 比方说 以这个佛教的这个五戒啊 沙大银望九 来配 卫家的 人 智 礼 智 这样的一种 互通啊 这样的一个互通 以金中世述 五戒 尼佩外书 来配 去得知的 就是以金中世述 尼佩外书 为生解之力 为之隔义 为之隔义 那后来呢 彼佩 你看这个 在这个高僧传里面的 这个慧远 的传记里面 他就有提到啊 说慧远 年二十四便就讲说 这个慧远大师啊 二十一岁呢 跟道安出家 他学习了三年之后啊 二十四岁 你看他就可以呢 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 因为这个慧远大师啊 他可以说是 这个儒典啊 非常的精通啊 儒典非常精通 他原本呢 是要南下东晋去的 但到了半途呢 听到这个道安大师 讲波勒 一听啊 不得了 他觉得呢 这个波勒经啊 比世俗啊 的讲法 更高超啊 听了波勒之后呢 就觉得世俗的 这个讲法 有如这个昭康啊 有如昭康啊 所以呢 他就二十一岁 跟他的弟弟慧慈 就一起呢 跟着道安大师出家 那在道安大师的座下呢 学习三年之后呢 道安大师就让他讲经说法了 二十四岁他就讲经了 那有 就有一个信徒啊 对这个实相 没办法理解 那慧远大师呢 引用的各种批语啊 来解释这个实相啊 这个信徒还是没办法理解 反而呢 更加呢 模糊啊 更加模糊混淆啊 那没办法 慧远呢 就 引用庄子的 说法呢 来解释这个实相义啊 那这个客人 这个信徒啊 他就豁然理解 豁然理解 从此呢 这个道安呢 这个道安啊 他就呢 允许 慧远呢 不会熟书啊 不会熟书 这意思是说 道安呢 就特别允许慧远 可以用这样的隔义方式 来 慧通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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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隔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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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时候啊 是一个解释佛经 佛典的一个方便 一个方便 一个过渡期啊 虽然道安 他认为不是很恰当 但是呢 没有更好的方法 因为这个 周摩罗什呢 还没有来到中国 还没有把这个 隆书的中观思想传入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也不得不呢 用隔义的方式呢 来诠释 这个波罗经啊 来诠释波罗经啊 那我们呢 对于这个隔义啊 我们下一节课 再来做进一步的解说 我们先休息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台湾救狗协会 十八大院 念佛五声 恭请 湛山法师 湛江法师 赞同法师主法 日期 十月七日 星期六 时间上午九点 地点 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 新兴区 中山二路 四百七十二号七楼 洽询电话 零七二二一二三二三 零七二二一二三二三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佛生缘义工 工作时间 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 除草 打扫环境 洽询电话 零六二七一六 六一六 或零六 二七一六 六一二 零六二七一六 六一六 或零六 二七一六 六一二 洽询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三百四十五号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山法义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哈喽 哈喽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静邀菩萨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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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成就果了 就与佩戴口罩 四地修住菩萨行 这是十住法门 十住满了 咱们下次再说十行了 到这个位子修到这样的呀 可以在五边所中做大法师护持正法 就是因为上来修音的德 得成就了成就什么呢 护持住法 使正法常住守护如来的法杖 开眼如来所教授的法 这样子就为一切祝福之所护念呢 一切护祝福 都护念之法大心弘法的大法子 守护受此广大法杖 因为你弘法才能使得法杖常住啊 才能守护 你才能得到无奈的变才 深入法门 于无边世界大众之中 随类不同 不献其身 甩相去住 最深无比 是护持正法的 应该在一切的众生当中 献众生各类之身 不献其身 散相去住 最深无比 就是深夜 口夜呢 还得无奈的变才 瞧说神法 说神法正甚深呢 那些众生不容易领受 要散瞧方便随时开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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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